有人说可爱不敌性感 但你一定没有想到 可爱真的是可以为所欲为 在2018年就有这么一部神奇动画 龙王的工作绝对是路仔必须追的假作 数不清的妹子和后宫 诸文者有谁顶得住 男主九头龙八一是一位将棋天才 16岁便获得将棋界最高头衔龙王 可在头衔争夺战的获胜之后 他的人生就陷入了低潮 目前连败记录不断更新 王生对他也是议论纷纷 这位男主苦恼不一时 家门口竟站着一位小萝莉 再欢迎他回家 男主表示不认识他 小罗里名叫除贺爱 就读小学三年级 在去年的比赛时 他看到男主比赛后就彻底迷上了他 主动递水混脸书 而男主也大方地表示 只要自己夺得龙王头衔 就会答应小爱任何要求 他死三难大要成为男主徒弟 但男主却不会想收徒 为了让小爱直男而退 他决定让小爱面对残酷的现实 可男主往往没想到 没想以绝对实力力压他放弃抢棋 结果小爱仅仅自却三个月 就让男主认真了 两个人下了整整一夜的棋 固男寡女共处一室 一夜无事只为下棋 看到小爱的天赋 男主实在不能心浪费 于是便打算收了小爱做徒弟 在激战之后 小爱就洗了个澡 没想到男主请没竹马的世界 空银子竟然在这时赏门拜访 家长交妻也就算了 未成联罗力 这可以报警了 男主急地解释 两人只是下棋切磋 但固男寡女共处一室 实在有些耐人寻味 虽然最后误会解除了 但男主还是被银子 狠狠地揍了一顿 从两人师父口中得知 小爱因为害怕家人反对 学习降棋 于是千里迢迢地 离家出走 找到男主拜师 这个行为让男主很感动 从此以后 男主生活多了一个小徒弟 他在小爱拿到降棋研修会 在他面前痛快地装了一波B 一天晚上 小爱突然提出 想跟男主搞一搞 这个提议有些刺激 但实际上 小爱是想搞一场降棋研修会 他喊了三位男主的崇拜者 男主当场体现了一把 洛丽加杯的感觉 为了好好指导他们 男主一一抵死 说要只交一把 可碰上降棋的男主就停不下来了 吓着吓着 一夜又过去了 几人在不知不觉中 竟然全都睡着 等男主醒来后 就看到因此世界 正在拍照收集证据 洛丽在怀 这是要包紧的节奏啊 不管男主如何解释 在因此心中 男主的龙王头衔 彻底变成了废物洛丽王 而小爱离家出走 已经过了N天 他的父母也总算想起了 自己还有一个女儿 于是找到了男主 打算强行带头小爱 他们认为男主 没有资格教导小爱 还没等男主做出解释 小爱就直接怒了 他表示男主 是全天下最好的师父 第一次就让小爱流连忘返 回过身来 都已经天亮了 最凡解释 更让父母坚决 不同意小爱留下 这时男主提议 能否给小爱一次机会 让他尝试参加 明天延续会的路回测试 母亲没有再步步紧逼 而是提出一个条件 只要小爱能够连应三把 就答应让他留下 小爱顿时感受到莫大的压力 男主将自己常用的扇子 交给了小爱 希望可以成为他的心灵寄托 看着上面写的气涌两个字 小爱的内心 也开始慢慢平静下来 瞬间就斩获恶连胜 可是第三次对决 竟是银子世界 经验不够的小爱 最终还是输了 可没想到男主 却直接跪在小爱父母面前 承诺一定会让小爱 成为女流骑士 小爱父母这时竟然同意的 而他也突然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 如果小爱没有成为女流骑士的顶流 那么男主就必须入罪他们家当上门女婿 这比买卖不管怎么样都不亏呀 由于小爱开始顺利上张的 与男主主宰了一起 每天一起研究将棋 非因为生活会这样简单的幸福家去 没想到前进大小姐天一的出现 却让这份幸福加倍了 她是将棋联盟会这样 月光介绍给男主的 指名就让男主当天一师傅 天一是名副其实的副三代 傲娇且自大 一见到男主就表示自己不会喊他师傅 吃乱不吃饮的男主顿时 就想好好给天一教育一番 于是打算用自己实力称明自己 一句比赛下来彻底脸压天一 但男主也发现了天一的天赋 并不比小爱差 为了激发小爱的全部天赋 男主觉得再收一个弟子 来跟小爱竞争也是不错的选择 为了当天一认识到自己 男主特地带着天一来的将棋道怪 经历五连败的他 才明白了自己是多么的落效 而男主除了带着天一发挥天赋之外 也不过每天暗示回家与小爱待在一起 将由于很强的小爱 也在细节中发现了乱丁 于是在这周末 男主正亲自手把手地叫到天一时 小爱竞出现在身后 目睹了男主握着天一的手 男主做梦也没有想到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如果他早点跟小爱坦白 或许小爱就不会被祈祷 直接离家出走 那种感觉不亚于 头上被戴了一顶绿帽 男主也很自责 可小孩才做选择 两个这么可爱的萝莉 他全都要 于是男主开始疯狂培养天一的能力 终于在不久后 也迎来了天一的路回测试 最终挑战 小爱竟是天一的对手 可没想到小爱竟在这次交锋中 战局下风 最终败给了天一 可小爱其实早可以赢下天一 但是因为局势不占优势 导致他越来越没有信心 最终因为不够专注而输掉比赛 他很不甘心 眼内不自觉地往外躺 而男主的目的也终于达到 他就是要让小爱明白 吃白后的悔恨 谁也不可能永远不会输 每次失败后 尝试到死业生理般的悔恨 只有这样才能轻轻变强 经历此事 小爱和男主重归于后 继续请求男主交纳下棋 而天一的存在 他也接受了 承认他这个对手的实力 在男主与天一坐下来交代后 他的教员 天一及时不抗拒 成为他的土地 之所以一开始不愿意 只有男主忘记了他与父亲 野叉神的约定 当年男主坐在一旁观看野叉神 与将棋会长一战 结局自然是会长胜利 但是男主却发现 两人都未察觉了漏洞 如果野叉神也发现了这个漏洞 那么败北的人就是会长 从这之后 野叉神就想将你了 交给男主 回想起这件事后 男主与天一也都说开了 所以男主练真的表示 自己希望天一成为他的家人 他一定会让天一幸福 抱紧啦抱紧啦 而会长当时把天一 交给男主时给出的原因也是说 你喜欢小学生吧 这哪是守土 简直就是守候宫呀 这后男主在比赛中继续败北 为了保住龙汪头间 他来到一家浴场 找到老板特训 条件是男主免费替他在浴场打杂 这体力活自然是要老累 但男主有小徒弟在身 你也既然力气小了 就干脆上脚安排 这一幕被其他小徒弟看到 与之几人踩得开心 男主也舒服得要死 这后男主还沉浸在温柔江时 影子之间就看到了这一幕 决定对男主这个人渣 好好教育一番 但似乎男主好像对着惩罚 也并无讨厌 七个秀 男主在拥有小爱 天衣和影子之后 竟被郁杰贵乡主动白给 她是男主师父的女儿 可却迟迟没有成为女流骑士 本来已经打算放弃了她 在目睹男主那幕不输的精神后 便有了很大的动力 原来只是因为喜欢降棋 后来初心变了 让她成日较早不已 虽然之后能就在对战中败北 但她还是愿意继续去尝试 她找到男主 感谢有她的存在 如果未来自己能就不能成为女流骑士 自己能不能做她的夫人 罗里无限好 可遇见魅力高呀 男主自然赶忙答应 而贵乡也超级会撩 表示她虽然喜欢男主 可是在她心中却不是第一 在男主焦急不已 想要知道第一是谁是 她就录出那治愈人心的一笑说 是这样急哦 于是男主在这一天 竟收获了欲解后供应美 但你以为男主的魅力 就只有这样吗 她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黑历史 为了变强 可以不择手段的女人寄神雷 凤凰禅的男主 想要做她的女佣 但寄神雷的外貌 显然不是男主的菜 已经许久未见了她们 却在东京之行相遇了 她当然能嘲笑英子的实力 慌慌的姿态 让人很是反感 可是对男主的态度却明显 有些男人寻味 英子身为女人 自然也发现其中的貌腻 所以把男主带到房间 男主关起来拷问 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原来与寄神雷一详时 是在足中往上下棋时 碰到的 由于对方实力真的很强 男主当时也不知道寄神雷的身份 为了线下约见打算畅聊将棋 两人的缘分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寄神雷大胆地主动告白 虽然男主当时极力拒绝 但英子却认为 这就是前女友 毕竟两人还一起单独 去卡拉OK下棋 气温不移的英子 狠狠地教育男主 但从她的眼神 我真的看不出一点难受 而关于寄神雷的事 也被突然闯进来对小爱了解了 那仿佛看了阿基的眼神 注射在男主身上 他跟英子两人想法一样 现在寄神雷还在继续才能拦住 小爱虽然不满他的出现 但却还是打算帮助男主 用降级的方式来拒绝他 不过英子都不是寄神雷的对手 小爱如何才能打败他 刚好下一场比赛 就对小爱与寄神雷的对决 虽然实力可能真的不如寄神雷 但寄神雷实在过于狂妄 因此他看不上 对于小爱就更是瞧不起 各种嘴炮攻击 但他的攻势 却真的让小爱有些招架不住 不过寄神雷实在太小瞧 嫉妒了女人了 愤怒的情趣 让小爱仿佛开挂一般 利用被小瞧的情况 瞬间扭转战局 随终反败为胜 而贵家和天一小徒弟 也都纷纷取得胜利 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 小爱和天一声称这次胜利 是给男主的胜利礼物 他们感谢男主平日里的教导 这让男主特感动 于是忍不住抱住了他们 这该死的稳哦 而小爱天一他们在通过预赛之后 男主也迎来了他的龙王之战 他之后的对手是将棋之神名人 状态不佳的他有些焦躁 但幸好现在他的身边 不再是他一个人 一伙人收拾后 来到夏威夷准备迎战 可没想要在比赛之前 几个女生都用他们独特的方式 纷纷给男主鼓励 先知小爱拿到男主房间 表示他的床好暖啊 他也好喜欢这个房间 想要坐在这里 可男主死后没有听出 小爱的言外之意 表示如果他不在房间 小爱也可以随便来这房间 但是男主不在 小爱他来干嘛呢 最委婉的鼓励 男主并不领寝 所以到了夜晚 男主在沙滩上散步思考 结果偶遇着穿着泳装的英子 这似乎是早有预谋 因此穿着男主的外套 陪着他 他在周围散步 两人一起吃了冰淇淋 但英子却突然想尝尝 进口的冰淇淋味道 主动八点 送到男主面前索药 关键时刻 男主竟然害羞逃走 果然男主是飞舞萝莉王无疑的 之前英子也穿过女服服事 但模样仿佛什么话都会听男主的 可男主却像云木疙瘩一样 完全不开交 如果当你老婆穿上女服装后 什么都给听你的 你要干嘛呢 在委婉拒绝英子后的男主 格林比赛惨败 本来英子给他指了一条 吻淋的结晶 男主偏偏不走 在连败三句之后 男主的心在车里崩了 情绪异常的他 开始将怨气撒在身边的人 小孩成了他的邪奋对象 最后甚至将他赶了出去 让鬼像照顾他 自己则是一人躲在屋里 疯狂研究象棋 英子也干嘛关心 担心他走火露魔 结果却遭到男主的恶言相向 认为他十分碍事 所有人都想关心男主 但他却封闭了自己的内心 成熟懂事 鬼像没有来找男主 而是写了一张纸条 让他关注自己的比赛 这次比赛是决定鬼像 能否成为女牛骑士的关键一战 可是他的对手却是一座大山 不用进行 任何人都认为鬼像比白无一 可为了让男主焕发火力 也为了让自己的愿望实现 鬼像近战近近 反败为胜 打败了大老 在赛后的采访时 鬼像通过这个方式来告诉男主 话不可能为可能这件事 他一直无法体会 是男主教会了他 但现在男主却被焦虑 重温了头脑 努力一定会得到回报 在看到鬼像的鼓励后 男主在这里明白 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 是多么的糟糕 由于赶忙跑出房门 找到小爱一把枪他抱住 而英子这边 男主也想要解释 他却没有得到机会 但是英子却表示 等赢了比赛 自己再好好听 也成功让男主安心下来 赵英子还是在关心自己 在最终比赛时 男主不断回忆着过去 想着伙伴给自己的鼓舞 男主最终还是赢下了比赛 抱住了龙王头衔 故事到这里也差不多就结束了 翻名龙王的工作 这绝对是一部 萌出血的后宫番剧 有人解释 是想看动画学将棋 没有别的目的 我信我信 整部剧下来 我个人比较喜欢鬼像姐 和英子世界 特别是鬼像姐的人物刻画 努力绝对会有回报 那种一届凡能与番剧中的 各种天才战斗 还不如不输的精神 让人看得异常乐趣 追求梦想 可是现实残酷又该如何 没有办法 只能继续努力 可只靠努力 或许真的无法当赢顶峰 天赋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刃 将人群分割开来 鬼像一开始收调比赛 那估计的一幕 或许很多人都会产生共鸣 好的整部剧 还是欢乐更多 另外在原作里 英子世界最终还是如愿以偿 被大家认为赢不了的她 最终还是赢定了 看着女服装的银子 真的是很有魅力 有人吐槽银子暴力 但人家根本就是打事情 马是爱 感情官方早就不断暗示 只怪我不懂爱情的玄妙